千万不要乱吃陌生人给的糖果 否则就会和这个女孩一样 下巴长出肉菌 双脚变成鸡爪 不受控制的做东西 最后变成一只木鸡 因为送糖果的人 这是外婆小时候的经历 闺蜜的遭遇给她造成不小的阴影 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女巫又出现了 这次的目标竟然是她的外孙小黑 虽然第一次没有得手 但被女巫盯上的猎物很难逃出她的手心 这里是待不下去了 外婆连夜收拾行李 带着小黑和宠物属小白 一起去豪华酒店避难 因为外婆始终觉得 女巫只会挑选穷人家的孩子下手 是不会踏足妇人居的 结果太失策了 怕什么来什么 他们前脚刚刚住下 后脚一大群女巫就乌洋洋的来到这里 参加一年一度的集会 同龄者正是安妮 发力最高强的女巫 也是外婆小时候的噩梦 正顿一晚后 女巫们来到宴会厅 锁上入口的大门 一声令下 所有女巫摘下手套 露出仅有的三根指头 接着偷掉鞋子 除了安妮之外 其他女巫都没有胶脂 最后她们摘掉假发 露出光秃秃的脑袋 这才是女巫原本的样子 安妮找开这次机会 主要是为了清除掉所有的人类幼崽 她实在是太讨厌小孩了 在她看来 小孩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所以她研发了一种药水 只需要一滴就可以把孩子变成老鼠 她要求女巫们回去开一家糖果店 并把药水滴在上面 买给附近的孩子们 这样长此以往 孩子们就会变成老鼠 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女巫们听完后 兴奋地举起手指鼓掌 依表示对安妮的尊敬 安妮也沉浸在其中 可就在这时 她闻到孩子的味道 小黑躲在讲台下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就在不久前 她为了训练小白鼠 闯进无人的宴会厅 刚开始训练 女巫们就走了进来 她害怕挨骂 广速地躲进讲台下 却听到了惊天阴谋 而眼下 安妮也发现了她 可下面并没有人 原来小黑躲进了通风口 人虽然藏起来了 但是气味还在 安妮慢慢靠近她 危急时刻 忽然响起的桥门声 打断了安妮的行动 女巫们迅速换上伪装 来人是贪吃的胖胖 她之前就吃了 安妮也加过药水的巧克力 现在又把她骗来 就是为了展示药效的 这时间一到 胖胖突然开始抽搐 身体冒出紫色的烟雾 她竟然凭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胖胖的老鼠 看来药水很成功 女巫们瞬间兴奋起来 送上高跟鞋的祝福 胖胖害怕地到处乱窜 宠物鼠小白看到后 从同风口跑出来 抓住胖胖的尾巴 就拼命地往回托 可他们俩是安全了 却间接暴露了小黑 他被安妮强行拽出 其他女巫一涌而上 将药水对准小黑的耳朵 三滴下去立马见笑 小黑也变成了老鼠 他转身就要逃跑 却被按住了尾巴 手下们也递来木锤 就在要一锤定音时 小白又一次冲出来 咬伤安妮的手指 将小黑救了回来 他们三个沿着管道 不停地向深处逃跑 安妮也伸长了手臂 在后面肩椎不舍 可很快 他们跑进了死胡同 夺亏了胖胖 用体重力下打工 他们掉进了安道里 而安妮夺上不及 直接撞上了通风扇 一时之间黑血四肩 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悄悄穿过厨房 流进电梯 按下门铃 来到外婆的房间 外婆被吓得腿都软了 刚刚缓过神就听到 小黑把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外婆 小白也站出来 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她之前是个小女孩 被女巫红片 吃下夹料巧克力 变成一只小白鼠 后来又被流浪汉抓住 买给了宠物店 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外婆精通草药配方 她跟孩子们商量 说不定能研制出解药 小黑自告奋勇 接下来这个任务 巧的是 安妮救赎在666号房 正好是他们的楼下 趁着她出门的功夫 外婆放下毛线袜 把小黑运到阳台上 悄悄流进房间 成功偷到一瓶药水 可这时安妮提前回来了 小黑连忙躲到沙发下 心都也快要跳出来了 她抽顺时机 抱着药水开溜 终于抛起毛线袜里 可还是被安妮发现 幸好外婆反应迅速 强装着镇定说 我不小心把她吊在楼下 马上收上来哈 但安妮却不肯松手 她似乎是认出了外婆 就在双方僵持时 安妮的房门被敲响 原来是客房服务 她只好无奈地放手 小黑这才逃过意见 回到房间后 外婆尝试调制解药 先滴进三滴精油 再倒入一点疗愈水 最后再加上小小的祷告 念出咒语 玛丽玛丽哄 解药失败了 女巫药水磨码太强 外婆也无法破解 孩子们都很失落 既然已经变不回去了 她们不想让更多孩子造样 所以挡舞之急就是在女巫离开前破坏她们的行动计划 小黑灵机一动 突然想到了好方法 她决定把药水偷偷淘进女巫的汤里 把她们也变成老鼠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于是她偷偷流进厨房 趁着厨师们不注意 把药水倒进豌豆汤里 一切都准备就绪 好戏马上要开场了 女巫刚喝了一口汤 就开始浑身抽树像烟花一样炸开 没多久就变成了一只臭陋的老鼠 其他女巫也纷纷中招 餐厅里乱成一团 倒数都是老鼠 客人们都吓懵了 小黑她们趁乱投走安妮房间的钥匙 悄悄流了进来 准备把药水都带走 可没想到这时 安妮就回来了 原来她认出外婆是当年逃走的孩子 根本就没有喝豌豆汤 安妮看到外婆后非常的生气 她一把扔掉床头柜 释出了手臂伸长树 准备先解决掉外婆 危机时刻 躲起来的胖胖和小白 用老鼠夹夹住了安妮唯一的脚趾头 一旁的小黑抓住时机 打开药水瓶 利用老鼠夹的潭力 一跃而截 药水正中目标 她用假发套当降落伞 温温的落在地上 药小立马就发作了 没多久 安妮就变成了一只丑陋的光头鼠 气急败坏的她 立马开始追杀孩子们 但也没霸戏多久 就被外婆一把罩住 毕竟势力悬殊太大 安妮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黑他们开拓拿钱 轻揍所有的药水 还带走了女巫名单 有了这些 他们就可以将全世界的女巫清除掉 拎揍的时候 外婆甜心地把安妮的猫放了出来 猫看见老鼠 瞬间激发血脉的天性 她一把掀开玻璃罩 随着一声声的惨叫 安妮也成了黑猫的口粮 他们终于干掉这群女巫 外婆本来想把胖胖 送回到她父母的身边 但胖妈十分害怕老鼠 而小白又是个孤儿 所以没有办法 外婆把他们接到家中一起生活 虽然孩子们没有变回去 但他们依旧很乐观 但有的时候 小黑依然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小男孩 只是变了个样子而已 永远不要迷失了自己 小黑听懂了 老鼠的生命有限 比人的生命短很多 他们利用有限的时间 去世界各地巡游演讲 将药水发给当地的孩子 一起携手对抗女巫们 故事的最后 虽然没有变回人形 但他们乐观不屈服 依然可以享受着美丽生活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